各位好 我們今天來看看怎麼樣把一個這個乾掉的 這張刮已經乾了 然後我們怎麼樣把它從一個牆壁的一個細貼牆裡面 把這個刮包拿下來 首先你可以用剪刀 從這個邊緣 因為這個邊緣我們為了讓它整齊的 切材的時候 它去裝框的時候 它蠻整齊的 所以我們要一個紙的膠帶把它貼住 那紙的膠帶通常這兩張裡面的中間 你可以從中間把它剪開 剪開以後呢 那膠帶就會形成這樣一個方式 那久了嘛 因為時間很久 所以它大部分都會黏在這個細鐵牆裡面 所以你只要輕鬆的把它捲起來 然後再請你的廠商呢 去把它做成 一般我們常見到的這種花布框 那這個框呢 它很輕便 也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要再把它懸掛在牆上 其實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甚至呢 你不要了 那個框你要把它拆掉 那個也是很方便 所以它不太容易佔空間 也就是說 即便我們這樣的一個畫布展覽完了 我們還是有地方收藏 如果沒有地方可以放的時候 你把它捲起來 這樣一捲一捲 這樣可以節省掉你很大的空間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畫布呢 其實是來自於 像這樣的一大捲的畫布 這樣的一大捲的畫布呢 你可以用一個軸 一個鐵的軸心 然後讓它能夠自動的捲動 這樣的捲動呢 你可以一直到地上 所以這個長高大概是三點多公尺 長度有十公尺 那我們每次吸上去的時候 你可以用強硬的吸鐵 各位可以看到力量有多大 像這樣子 那這個吸鐵呢 它撐開了以後 它這個畫布呢 基本上跟你用崩畫布的效果是非常接近 雖然會比較鬆一點 可是它也很環保 因為它可以重複使用 用什麼釘子要再插墊 所以只要用手 你就可以把它抲 那前面上面呢 是我們的尺 我們貼的尺呢 就可以了解到 大概你要規劃多大的畫布 它折 這個要有點驚艷 就是說我們大概 廠商折進去 到畫布框 背後要多少公分 兩邊折完 上下折完 剩下的那個 還是真正你視覺上看到的長度 好 我們今天就聊到誰